我之前是不相信這些東西 但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真的有 我本身是一個很晚回家 很喜歡晚上出去跑步的人 我平時也有跑開的 都是那條路 但那天我不知道做什麼 想要跑再久一點 我打算跑去沙灘 我沒有跑到大路 我跑了一條小路 小路是經過一個天橋底 那時候我是聽著歌 跑跑跑跑 那我就感覺到有點不對 我也沒有回頭看 也沒有看過天橋 我就一直跑去沙灘 然後跑回家 奇怪的事就是你了 我跑完第一晚 睡覺了 三四點突然紮醒了 然後我是因為發惡夢 紮醒了 那個惡夢就是有個女人對著我笑 我就覺得可能都是發惡夢 我第二天照樣都是三四點 都是那個女人對著我笑 我還很記得她的樣子 不是很真靈 流血 七瘡流血 她純粹對著我笑 但你知道鬼的樣子都不會好到她的 好妝髮 長髮髮 白衣 第二天我都覺得好像不對 但我沒有什麼 第三日 第四日 第五日 我也是凌晨三 四點 然後看了她笑 第四日我就覺得開始不對勁了 我真的覺得我要去看 師傅 我去了元朗大學 我跟她說回我這幾天的經歷 她就跟我說 你真的撞了 但那個女人呢 其實不是想學你 而是想找你幫她 我就說為什麼我會撞到 她就剛好看我那次唱 我感覺到她 而她剛好 因為鬼有殺你見到她 她見不到你 大家就相當沒事了 但我感覺到她 而她也剛好看見我 然後她就一直找我 我就問她到底想要怎樣 她想要幫我一個小忙 師傅就問你要不要幫她 然後我就說我幫不幫你 我想問她的問題就是對著你笑 她找她 對她不想害她 但她又不說 因為她對著我笑的 那一刻我已經紮醒了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 總之只有三四點四五點 因為我是那些睡得很好的人 平常是不會發噩夢 會發噩夢 但也不會紮醒 但那幾個點真的太奇怪 都是三四點四五點 對 然後 你說不幫不幫她 對 不幫不幫她 我就找師傅請就她 師傅真的請就她 我也從此沒有在運見她 但是 這個就是告訴我 原來我真的 即是開始相信這件事 這樣 這個是我遇到鬼的故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 還有訂閱我們的炮谷頻道 按鐘仔 還不想聽我們的鬼故事 記得留戀 或者你們有什麼親身經歷 也可以告訴我們 留言說